看到任何一个就是在任何的领域有专业的人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投影就是崇拜跟一个谦卑的心情去想要跟别人学习 对我觉得这才是很好的人生的态度 嗨大家好我是崇明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烘焙魂发作 我觉得我发现就是烘焙啊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个人有一些人不开心干嘛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去学做烘焙 我个人啊疗愈身心我个人觉得其实帮助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最近就是烘焙魂 就是大发作 然后就是每次只要我的放风时间 我都会疯狂的去学非常多的烘焙的技巧 像我最近有学一个糖花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 它是那个一片一片拼上去的糖花这样子 反正有学很多 然后我是去很多烘焙教室去学各式各样的蛋糕 然后接下来要去进修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啦这样子 对这是我目前就是放风时间会给自己的一个功课吧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就是 反正很恐怖本来就是一个很爱买东西的人啊 然后学烘焙做就觉得哇 就是一个从来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世界 然后原来甜点也可以做的很漂亮啊 个人的喜欢东西走一个漂亮的路线 所以呢对 我喜欢的东西也是漂亮的这样子 包括吃的甜点干嘛都要是漂亮的 然后我今天就要分享我最近因为烘焙魂发作而买的一些战利品这样子 好我给大家看这是我最新买的小粉红 它跟我衣服是不是很大 樱花粉它是樱花粉它超美的 旋转一下 没有人想要看的 很美对不对 樱花小粉红 Kitching Eye的出的 对 超美的搅拌机 然后这一个颜色它是樱花粉 然后它可以打开 它有附另外两个头对 然后这个是负责搅拌奶油啊有的美的这样子 然后刚才 超美的喔还没用过呢 然后这边有十段 十段素的那个 对 搅拌的速度超棒 然后它本身非常有质感也很重耶 超级重的 超美的这颜色 介绍完那个超美的搅拌机之后呢 搅拌机其实我个人觉得还蛮值得投资的 再没想到 想想 想想可以做一件工具的 做法材料 跟本身上的酱油 跟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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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鸡肉 甚至是家里面的烤鱼蛋 所有的 都产生成了 Kitchenaid Artezan Stand Mixer 跟超过十多的处理 这些令人的酱油 有很美的敏感 会吸引你煮食物 对因为就是我本来 之前是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品牌 但是 嗯效果是真的有差 然後現在就是那個小粉紅可以陪我一起做甜點 我看到他我就整個心情 大月 對 大月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一些烤模 然後那時候我去學那個瑪德蓮 然後這一款它是一個限定的聯名款 它是日本的KUKA跟就是千代品 一起聯名的一個模具這樣子 然後打給大家看 它這個是胖輩 胖輩的朋友就 哇 上面有寫這個 KUKA KUKA的字樣 哇它在手裡的感覺完全的不一樣 然後我還以為上面會有顆 我還以為裡面會有細細的顆字 是我做起來的那個胖輩會有他們的LOGO 並沒有 是我講太多 好 那我為什麼要買聯名款啊 只差在這裡而已耶 我為什麼要買聯名款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吧 這就是一種個人的烘焙魂的虛榮 我以為是上面會有LOGO 沒有啊 好白癡喔 好 反正它是一個很美很美的烤盤 而且那時候我就是為什麼會買千代田的烤盤 是因為我那時候上網Google 說千代田的烤盤是 就是這個系列烤盤裡面的就是頂級的 哇 對 對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很多東西 如果它是你經濟能力可以負擔的話 你就直接買最好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你買一些中等價位 譬如說 我後來連烤箱都買轟王的 直接買轟王的 原因是因為有時候你去買一些不到那個等級的東西 你可能做久的時候 你還是想要換更好的 所以我就是 寧可就是一開始就先 買就是 對 就是比較好的東西 因為它看久了 你還是會很 就是還是會覺得很棒 你不會想要因為說 喔這個膜我覺得還好 然後想要再去買一個一模一樣的膜 然後材質更好的 不會 因為它已經是這個膜裡面的最好的膜了 它超棒 在手上的手感也很棒 然後那時候我聽人家講 它就是做起來的那個 那個 瑪德蓮會特別的 形狀會特別的好看之類的 我個人還蠻期待的 對 我應該最近就會開始來做了吧 期待我的瑪德蓮成功 然後 好光是千代田的膜呢 我還買了一個小的 迷你的 瑪德蓮的膜 然後它是12 12口的 這一款 一樣是聯名款的 聯名款就插這個LOGO而已啦 我為什麼要沒 我真的以為裡面會有LOGO 我裡面做 我以為做起來會有好可愛的LOGO 好吧就算了 但是它這個膜是非常棒的 它還給大家看 好棒喔 你知道那種手感 那個膜那樣 這種乳肌 然後這個顏色 後來 在余家 家裡面它就是列上去 就算我不拿來考慮 後來後 也好看 跟我家裝好沒搭 好 反正就是一個好漂亮的膜 好 我要拿來做 做瑪德蓮了 然後接下來 我又買了一個蛋糕膜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太瘋狂了 好 然後這個蛋糕膜也超級屁股 挺美的對不對 這個蛋糕膜 H他最近都覺得 他很擾我 因為他還覺得說天啊 他之前看我蠻美妝 他已經看不懂了 他每天都看東西 都包裹 不停的寄來 想說 為什麼你要買眼影 為什麼你要買這個 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要會給大家看 他就覺得已經有點煩惱了 然後 結果掉入烘焙的漩渦了之後 又開始買了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這一款它是美國的品牌 Nordic Force 他們家的膜也 極美 你們可以上他們的IG去看 他們家的膜做出來的蛋糕啊 還有那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我覺得好好看哦 然後我就買到這一款 欸他也很美 他模式很漂亮 那種淡淡的一個 非常有質感的景色 好接下來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一定問到一個老師 他要教我用這個做蛋糕了 耶 其實我之前有一些配方 我也可以做做看 但是 就是想要一次成功啦 對 所以我最近會去上課 剛好有老師 他說我可以帶我自己的膜 去給他看看 所以我會帶這一款 希望他做出來的放蛋糕 又美 又好吃 然後除了剛才那些做蛋糕的膜之外 還買了很可愛的慕斯膜 這個 它是義大利品牌 它本身有出非常多很棒的膜 它的膜都超開心的 因為那時候我問的時候 他說反而沒有貨 那後來我幫我調到 我真的太開心 因為後來這個 你躲的這個膜很流行 它做起來就是這樣的感覺 這樣一顆一顆一顆的 然後它很適合做慕斯蛋糕 起司蛋糕那種 然後義大利這個品牌呢 它本身有出非常多很棒的膜 它的膜都超棒的 譬如說那種一整顆長得像蘋果的 像酪梨 酪梨的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做慕斯 切開還是很多不同的效果 它的膜就是超級平 我挺美的 然後它的材質是可以耐熱 它有一個溫度的range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下 但是 因為網路上面有一些仿的 我覺得其實 就算它Copy它的膜好了 我覺得那個東西的材質 還是會有不太好的 對 畢竟現在食安大家也很在意 所以我覺得還是東西用好一點才好 吃下去啊 還有買很多有的沒有的那些麵粉 有的都不用講了 因為那太多了 就是都是買最好的 好的麵粉 因為我相信好的材料做出來的東西才會好吃 我個人是這麼相信的 包括很好的巧克力 很好的麵粉 各式各樣的有的沒有的東西 都是買最好的 這樣子 然後我讓大家看一下我最近 就是跟老師上課 然後學的豆沙糖花 讓大家看一下 好 這一朵是我做的豆沙糖花 對它已經乾了 很美啦 這一朵是奧斯林玫瑰 然後我這一朵跟老師學做了八個小時 好所以 慢慢拼慢慢拼慢慢拼 拼了八小時拼成一朵花 所以說如果以後你們看到蛋糕上有這種花的人 就是你們真的要珍惜這個蛋糕 因為它就是太費工了 太費工了 我怕它掉下來了 我的八小時就消失了 喔唷 它一百張隨便擠 沒死了 然後這一朵呢是牡丹 對 一樣是豆沙花 這可以吃的喔 那捨不得吃吧 我做了八小時一個吃掉 但它放在蛋糕上面是ok的 對 因為有些花種它是有毒的 所以放在蛋糕上面的話 可能要做一些隔離的 隔離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完全沒問題 但做很費勢 好囉 稍微會做甜點之後 我就 對於那個市面上賣的那些甜點 就更有那種你知道那種 看到它就想跟它鞠躬 鞠躬的那種感覺 因為覺得我的天啊 因為太費食了 真的 然後每個東西都是人家的心血 所以不要覺得說很多東西都很容易 其實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真的 看到任何一個就是 在任何的領域有專業的人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投椅 就是崇拜跟一個謙卑的心情 去想要跟別人學習 對 我覺得這才是 很好的人生的態度 因為 這些人都會教你非常多的事情 會讓你越來越棒 越來越成長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好囉 然後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崔咪 就這樣掰掰 然後期待我 可以做出越來越多 好吃又漂亮的東西 對 給自己的情緒 好喔 就這樣 掰掰 掰掰